这项土地开发案的基地位在海边路和永泰路南侧 为规划新建中的捷运黄线Y15站和轻轨交汇枢纽 仅连高雄港旅运中心 本案也是配合国家级政策 亚安2.0智慧科技创新园区推动方案中 推出的第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 素谈会上吸引超过20家厂商 先来了解开发案的内容 行政院已经是在今年5月 5月份核定了亚安2.0 特别有宣示 它这个地方来作为一个国际的ICT 那么咨询中心 那么境外 甚至是说整个的训练场合 那么很值得在台湾的发展 更重要指定这个地方 是要智慧的科技应用 还有我们的智慧的产业 以及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国际金融 那么同时我们更需要的是指说 智慧的石化以及智慧的海港 副市长林庆荣强调 在中央政策指导下 亚安2.0将扮演驱斗高雄转型的关键 因此配合亚安2.0相关投资奖励 以及合理设定的土地所有人分配比例30% 再加上捷运黄线2028年通车 预期可以吸引金融或科技业投资人 评估进驻设置企业总部与研发中心 我们的黄线会如期在2028年年底会完工 距离现在是2023 所以五年之内要完成 我们也很确信的跟各位报告 我们有信心 因为一包一包的都已经在发包 尤其是我们的黄线 去年就已经动工了 最关键的机场都已经动工 都发包完整 高雄的产业基带转型 那么我们也希望结合我们的捷运联合开发 跟相关的公伴度跟的方式 把使我们的在地的 或者是在具有ICT 或者是营运中心的企业做分支机构 那么设定在我们集约的亚安2.0区 Y15站开发用地面积3433平 都市计划使用分区为特曼2土地 还可以争取20%的荣基奖励 预估将引进民间投资超过115亿元 创造至少800个就业机会 本案的基地是称之为亚安2.0的首发 其实是我们期待 因为这个案子的总投资的直接成本 约用115亿 那么基地当次有3433 那么你从这里拍摄器就看出来是 为什么国家核定给它亚安2.0呢 亚安2.0有四个扩大 一个就是扩大它的用地 扩大它的这个群聚效应 第四个呢是扩大它的整个的国际输出 那么同时呢是要培养人才 我希望联开案它能够落实 它当初基于这个我们捷运 还有轻轨开发一个财务平衡的精神 那同时呢能够落实我们地方民众的需求 还有我们整个高雄市 对于更多公共设施的需求 能够同时的体现在这个联合开发案当中 达到最大的效益 捷运黄县Y15站土地开发案 除了举办招商座谈会之外 也成立连正平台 期待透过公平公正透明的招商程序 协助顺利推动本案 记者苏幻君赖以昌邦高雄报道 赞平台赞